韓國瑜難得這麼生氣 氣什麼呢 氣民進黨 他說又來了選票變鈔票 韓總一出手就只有沒有 金句又來了 今天這個金句 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看清楚 民進黨他提到了 每一張投給民進黨的選票 都變成了他們貪污的鈔票 請大家睜開眼睛看清楚 韓國瑜說 我們不能再支持貪污腐敗 眼睛要睜亮一點 因為他們貪污腐敗的太嚴重 所以韓國瑜就喊話選民 請大家擦亮眼睛 改造民進黨 讓貪污腐敗的他們下台 重新檢討為什麼 喪失理想 那當然韓國瑜每一次出來 講的這些話 真的都會講到大家的心裡去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民調 我們來看 導播可以給我下一張嗎 來 吳子佳爆料 馬出手他就上升了 我們來看升到哪裡去呢 這是美利島電子報 第71波的追蹤民調 目前賴清德民調稍微下滑 支持度36.8% 侯友宜呢26% 柯文哲23.8% 柯文哲上升1.5% 但是要告訴大家 馬英九已經說出了民意焦慮 其實時間不等人 馬上下個禮拜一定要有一個結果 什麼樣的結果呢 國民黨內始終不敢出現全民調的決定 正負大黨的聲音 除了沉溺於泱泱大黨的迷思 也被怕扣上與柯唱和 所以馬英九跟韓國瑜在黨內 有影響力的人都挺身而出了 所以侯柯成佩 這是最後半里路 也到了必須要覺悟 決心勇敢負責承擔的地步 所以他提到藍白必須先合作 在選戰當中 然後要擊敗貪腐喪國的民進黨 才能夠止住繼續沉淪的石壁 才有後續正向發展的可能 這是今天忠實的社論這一篇 直接看標題 侯柯最後半里路 沒有僥倖的空間 所以接下來藍白怎麼走 栗將軍你的看法呢 我一點不意外 侯友宜這民調降下來 柯文哲民調上升 我一點不意外 因為我也是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當馬英九提出來說是 他認同全民調 韓國也認同全民調 其實我們國民黨 我跟你講我是最忠貞的黨員 應該沒有人會懷疑我是最忠貞的黨員 對不對 因為你當初你朱立倫選黨主席的時候 我也全力去支持你 對不對 我總是信任我的黨主席 如果你可以給我們台灣帶上一條最好的路 你可以國民黨開創一個更新的一個格局 所以你講什麼我都信任你 但是今天如果說是當馬英九 當這個 這個韓國瑜都提出來說認同全民調的時候 這時候可以說輿論上面已經一片倒了 本來全民 我們國民黨 其實很多基層的黨員 我自己的同袍 袍責來講都非常的焦慮 甚至有些人都在那邊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是不是就乾脆就不要合了 各選各的 我說不要不要 大家稍安勿躁 我說我相信我們當 我們高層來講一定有他的智慧到最後一定會合 而且我也相信不管是侯友宜或柯文哲 他講的話說放心最後一定要合 我說相信一定會合 那為什麼到這個時候已經到最後剩下這幾天了 你們到現在朱立倫你還不做一個定調 你要記得你要知道黨主席是你 當主席是你 當初推薦侯友宜出來選總統也是你 對不對 找金武聰出來當競選主委也是你們這幾個人 你們不能幾個人就決定整個國民黨的前途嗎 當然應該還是不管你現在是全民意或黨意 都要全民調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如果說還在那邊擬擬捏捏 那當然會讓一些國民黨支持者 他就隱信了嘛 他這個我相信侯友宜掉0.48 不見得是說就轉到別的支持度去 他可能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了 像我一樣就生氣了 不表態了 然後當柯文哲這個時候 他就變成說 他當初提出的選民調 當馬英九提出來說他認同全民調的話 結果大家就會變成說 對啊中間選民就會認為說 柯文哲講的有道理啊 你看你們國民黨的馬英九 你們的侯友 你們韓國瑜對不對 這最代表民進黨 國民黨最代表性的兩位人物 都認同這個可見得當初 柯文哲講的話 有他的道理在啊 不包括你們為什麼國民黨的高層 對不對 馬英九跟這個韓國瑜兩個 最具代表性的 一個是當過總統 當過主席 一個是民心人氣最旺的 都認同這個代表柯文哲 當初全民調一定有他的 這正當性跟理由性 所以柯文哲這時候 民調會上升1.5% 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中間選民認同他想 本來這些中間選民還在那邊猶豫 因為很多人不懂政治嘛 他們只是聽說說 這個這兩個人在爭 是不是中間希望說 國家能夠更好看嘛 當馬英九跟侯友宇表態的時候 大概這個局勢已經定了 那你如果說這時候侯友宇跟 金甫松跟朱立倫 你們三位還不趕快 就是這個鐵了心 下定決心 然後爭議這個時間 約拖越久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不是對藍白河不利 拖越久其實是對整個來講 國民黨自己本身來講 也會更不利 所以今天這個民調變成這樣 我一點不訝異 我覺得如果說你明後兩天 再不做決定的話 可能侯友緣的民調 會繼續再往下掉 因為大家覺得說你為什麼 老實說連我都生氣了 我雖然不是知識藍 脫太久了 我是忠誠藍 連我都生氣了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選民 真的是覺得你知道嗎 都不想看了 因為覺得已經搞到現在了 已經是怎麼講 快要收考卷了 然後到現在呢 為什麼都還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共識呢 社論我繼續來 柯侯珠明確的決議三點 藍白雙方或許現在覺得操作支持者 與中間選民對彼此反感 到時候就可以獲得 自動氣泡的好處啦 但是各位 各位這一場選戰不是只有選總統 還有立委選戰啊 難道不是容枯連動的嗎 如果說侯科各自選的話 他說侯科若各自選立委選戰 不僅無法站台互相支援嘛 那這個支援不就分散了 而且藍白會不會從有變成敵呢 那這樣不就等於賴清德輕鬆選嗎 民進黨就繼續控國會嗎 那2024你覺得還會有什麼轉變嗎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國民黨必須好好想明白 有兩個抉擇喔 首先呢這個抉擇叫做 如果單獨選 贏賴的機會有多大 如果現在全民調決定正負侯友宜 輸給柯文哲的機率又有多少 如果前者贏賴的機率 這麼小都不怕輸了 那你現在贏賴機率這麼大 有什麼好怕的呢 來第二點 或者是讓賴或者是柯當選總統 何者對台灣或國民黨的傷害會更大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 國民黨可能會被滅團 所以藍白必須要明確決議以下三點 第一全民調決定正負組合 第二侯柯兩個人並列在一張選票 第三副總統搭黨方擁有阻隔權 剩一分鐘的時間 我先讓大謙哥幫我們先短評 我們廣告回來馬上讓你繼續發揮 你怎麼看現在的韓國瑜他挺全民調嗎 對還包含這一局 還好這個問題喔 是請立將軍先回答 不然你就更氣是不是 如果問到了我的話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會被網友罵死了 就是基本上其實我很不想講這一題的原因 是因為 我是忠誠 對每一次講了這一題只要講真心話 網友就會質疑你的忠誠度了 所以我剛剛聽到立將軍講 我就鬆了一口氣 好險立將軍在我前面了 那立將軍都這樣講了 我講的話總不要再罵我了 對我只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國民黨長久以來 我們都是全民調 就從我有印象以來 我參加過國民黨幾次黨內初選 我們都是全民調 我們從來沒有加入過什麼民主初選 我們從來沒有加入什麼政黨支持度 對如果今天你認為一個政黨的家大業大 也都要放進考量的話 那以後大家再做黨內初選的時候不得了了 我們這個國民黨做立委黨內初選 可能候選人就要說 不行只做全民調 還要做我們派系影響力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是個大派系 所以我的派系應該要有家權 是這樣的邏輯嗎 就選民投票投下去是投這個人 不是投這個黨 不是投這個家族 不是投這個派系 那你今天放掉了全民調 不管你去加入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東西 那就不由得讓我懷疑 到底誰是絆腳石呢 就侯友宜陣營不要綁架了國民黨 讓國民黨變成沒有辦法往前走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馬洒